当地时间7月26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中国申报的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已拥有15项世界自然遗产,4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巴丹吉林沙漠,地处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和第二大流动沙漠。 该地区以连绵起伏的高大沙丘和丘间众多湖泊而闻名, 展示了沙漠景观不断变换的地质和地貌特征。 巴丹吉林沙漠的重要标志,包括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相对高度达460米。 最密集的沙漠湖泊,最广阔的明沙区域,以及多样的风势地貌。 如此独特的景观,展现了巴丹吉林沙漠非凡的自然美学价值, 展示着地球上重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过程, 同时也是丰富多彩的生物栖息地。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于2020年正式申报世界遗产, 申移成功,填补了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中没有沙漠类型的空白, 并在世界范围内,展示了中国湖泊和沙丘沙漠特征自然遗产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生意成功, 为进一步研究沙漠沙山的形成和保护沙漠秋间湖泊奠定了基础, 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了我国湖泊和沙丘沙漠特征自然遗产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其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全人类共同呵护的瑰宝。 接下来,阿尤其将毫不放松抓好巴丹吉林沙漠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 努力把这处宝贵的自然遗产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 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